词曲 单唱 李宗盛 我多想找到你 亲碰你的脸 我会张开我双手 抚摸你的背 请让我拥有你 失去的时间 在你流泪之前 保管你的泪 就算世界躺在我前面 掌控地说 别再涉及浪费 就算了 我弟弟的债 我已经帮他们全部还清了 别人欠他的钱 我也在追讨 另外方展阵的事 我已经派人去办了 相信很快就能办下来 按道理说 我早就应该过来被李道歉了 但是音响 您二老还在气头上 我怕我会被轰出来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 跟你说话呢 你跟那个男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妈 说我不认识他 还不承认啊 微微把网上的心啊 都给我看了 还有什么杂志 爸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想的是哪样 竟会哄你了 正眼熟瞎话 我说 能不能跟你这么难呢 给扯到一起去了 听说还有什么女明星 因为你俩的事闹自杀呢 你姐会说越离谱啊 根本不怪我的事 这事啊你猫我心 你爸现在还不知道 他也不上话 他要是知道了 我看你怎么跟他交代 我说你怎么又回来 感情又在外面认会 我可告诉你啊 你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要不给他一个交代啊 休想出这个门呢 完蛋了 要让老爸知道 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你 这臭孩子怎么捣乱吧你 早知道就不回来了 三十六计走位上了 被老爸逮住我 可没好果子吃 我做了好多菜 你说本来 还有点事呢 急着赶回去 留步吧 下回吧 说了吃了饭再走 那么着急 再见 Franc 你是回星城吗 对啊 怎么了 我可以带你的便车吗 你刚回来 又要回星城啊 台里有急事 为了天天之前赶回去 有什么急事 为了现在就走 没问题 走吧 你现在回星城 恐怕不能回家 这样吧 我呢 还有套房子刚收拾出来 还没来得记住呢 你不是暂时在那儿住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去朋友家接住两天就行了 实在不行 住酒店也行 你现在这种情况 去打扰你的朋友 合适吗 你住酒店会安全吗 万一碰到什么熟人 你怎么解释 解释起来可就麻烦了 你就听我的 你一个人在我那儿住 我保证没有任何人打搅你 那 谢谢了 客气什么 你放心吧 我东西都拿了啊 知道知道 猫也累了 饿死我也不饿死他的 那一会儿哪儿见呢 行 拜拜 Steady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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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随身的东西都带走了 用的是他常用的行李袋 不过护照没有拿走 应该是不会出境 带的东西也不多 估计不会走太远 行 知道了 你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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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土豪啊 还满意吗 挺漂亮的 谢谢 我也不懂 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你的房间在那一头 有什么需要告诉我 我会派人给你安排的 不用不用 麻烦你了 别跟我这么客气 你把房子借给我 那你住哪儿啊 酒店 我到哪儿都是住酒店 这不因为 决定了要在新城城居 才叫人安排了这个房子吗 有钱人 这跟有钱没钱没有关系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就一定要拥有 可是没人能得到 他想拥有的一切 嗯 就是那种 我要的东西必须是我觉得自己 必须得拥有的 没他不行 没他的话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就是那种东西吧 比如呢 爱情 你就是他捡的那只猫啊 好胖哦 你主人跟你叫什么呀 你这么胖 要不然就叫你 白烤儿胖胖 还是就叫白胖胖 白胖胖 白胖胖 困了 白胖胖 谢谢他 客气 白烤儿 这蜜也太好了吧 别说风凉话 我这真落难呢 住着全城最顶级的豪宅 有人安全马后地伺候着 这也叫落难了 谢谢你 这又不是我的房子 我这借住两天而已 所以说你命好啊 有葛墨池这样的男人不说 现在还多了个 齐叔里的这样做胖胎 你越扯越离谱啊 跟齐叔里有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啊 一个男人不可能 平白无故地对一个女人好 只是有的人呢 不险山漏水 有的人目的明确 齐叔里是前者 我换个话题 换个话题 好啊 来来来 说点高兴的 让我开心一下 高兴的啊 没有什么高兴的 说说葛墨池吧 葛墨池怎么 比你惨多了 那个万珍珍啊 现在唯恐事情闹得不够大 到处的发声明接受采访 把自己扮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她是演员嘛 演戏本来就是她的特长 葛墨池哪是她的对手啊 本来欠的钱呢 没有还清的 却又得赔一笔钱 我估计啊 她离破产不远了 这么严重 她经纪人告诉我的 她经纪人让我把这些东西 都给压下去 可就是我压下去 别的媒体也会爆出来呀 这哪儿跟哪儿啊 明明是万珍珍抛弃的葛墨池 还是她婚前的旧账 这个女人是没有下线的 她现在不仅在装可怜 还故意把原来跟葛墨池的照片发出来 然后呢 把自己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葛墨池身上 万珍珍为什么非要跟葛墨池过不去呢 我听伟梅伦说啊 他们俩好的时候 葛墨池给她注册了一家公司 投资了一大笔钱 可万珍珍哪懂得什么经营啊 怕葛墨池的钱赔光了不说 还逼她追加投资 葛墨池和叶莎结婚以后 当然不理旧账嘛 然后呢 然后叶莎死了嘛 万珍珍又觉得她可以再好 然后接着继续逼葛墨池投资 还威胁她说如果不投钱 就继续放猛料 不会有燕照吧 我也很期待 还是我平时没下线 落井下石 你干嘛啦 你同情她 谈不上同情 谈不上同情 我只是好像 能理解她的困扰了 无处可逃 无路可走 没得选择 就像是动物园里 关在笼子里的猴子 被人窥探 品头论足 没有人关心她心里想什么 喜欢什么 她几乎没有朋友 没有爱人陪在身边 家人远在国外 现在又身败名裂 她还有什么呢 哇 马夫人 真漂亮 小李啊 嗯 你手艺果然了得 这些寿司啊 都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我孙子和外孙都很爱吃 对了 你和张医生的孩子多大了 四岁 那好啊 和我孙子差不多大 这样吧 拍的那天 你也把你儿子带来 孩子们在一块儿玩 热闹 哎 盈呢 盈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 妈妈 我要下楼找你 下楼没找到 门锁了 我进不去 爸爸呢 爸爸把我放在家里 他就走吧 蛋蛋乖 蛋蛋真乖 今天是蛋蛋的生日 看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 是 蛋糕 走 咱们进屋 妈妈给你庆祝 胡说八道 简直胡说八道 好 今天你是白卡小姐吧 你是谁啊 我是那个 风尚娱乐周刊的 我叫孙斌啊 有点亮亮 你说他怎么还不回来啊 他等了好几天了 这葛墨池怎么还不回来啊 天啊 爸 就墨池了 咱们继续等吧 好吧 不在家吗 你不是有钥匙吗 明明有钥匙 还假猩猩的恩本名 进吧 还要我请你吗 你今天是干什么来了 我 你别像丁贼一样丁弱行吗 我 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算什么账 你看 我现在被你害得伤根狼藉 上不了班 出不了门 我的名誉 我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 难道你不应该对此负责吗 你的名声很好吗 我名声再不好 也没现在这么惨过 我现在是有家不能回 我本来想去我爸爸那儿躲一阵子 结果被我爸轰出来了 你看我现在这么惨 你应该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必须的 那你现在住哪儿呢 住一个熟人家里 你呢 你现在不住家 我住一个朋友家 什么朋友 确切地说 是一个红颜知己的家里 红颜知己 怎么可能你这种人会有红颜知己啊 我怎么就不可能有红颜知己 他收藏了我所有的专辑 而且住到他们家 我才知道他有多喜欢我 那只能算是粉丝 怎么能算是红颜知己呢 那就是红颜知己 虽然他长得不漂亮 脾气也很臭 但是现在 我也就是能跟他说上几句话 除了他以外 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别拨许我的同情 好 我们就来算笔账 就从我们俩认识说起 撞我的车 拿走叶莎的日记 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明显是你欠我的 我们就从在墓地百日记那天说起 是谁主动上了我的车 是你 你主动上了我的车 又要请我吃饭 吃完饭又说要请我喝酒 虽然那天是我买的单 但很明显 你是故意把自己灌醉 我问你家住哪儿 你没告诉我 我当然只能把你带回我家了 最过分的是 你个黑心肝的女人 居然还把我的钥匙偷走 葛摩池有你这么算的吗 这么算怎么算 你拿了我们家的钥匙 又趁我不在家 跑到我们家来喝红酒 把自己弄伤了怨在我身上 我没有投诉你四闯民宅 还帮你付了医药费 后来 你把我带到了香丝山去看流星雨 还让我喝了酒 营造那么浪漫的氛围 让我脑子里长出了一堆的PAA来 然后你大闹我的记者会 就成了现在这样了 你跟我算怎么算 葛摩池 你简直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是哪样的 维卡尔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们不妨挑明 你对我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对你就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现在只想问你一句话 外边这么多的记者 你跑到我们家来 你是来看笑话的 还是真的担心我 如果是来看笑话的 你已经见到我了 可以走了 如果你是真的担心我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你已经情不自禁地 喜欢上我了 我们都应该遵从自己的内心 你这一点我感同身受 你 你胡说 我早就说过 其实我们两个同病相连 都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 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还要彼此伤害呢 喜欢一个人是丢人的事吗 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呢 你不敢承认我 可是可莫迟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只想要一份平凡的感情 可你给不了也给不起 如果你我不是在太平间遇见 如果你不是钢琴家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 我想我早就义无反顾地爱上你 因为爱上你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那你就爱啊 既然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我们了 我们为什么不相爱呢 你可以尝试着跟我在一起啊 只要你愿意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外边 跟那些记者说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不要 我才不要去面对那些记者 跟莫迟你还不明白吗 抛开那两个死人不说 抛开我跟你之间的插曲 隔条银河细部说 就说你是钢琴家 你是名人 你是公众人物 连谈恋爱都要去跟那些记者解释清楚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就算再喜欢一个人 也不想承受这样的压力 我不想成天被人拍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看你笑话 我是真的担心你 是朋友之间的那种担心 你多保重 白卡儿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以你的情伤和智商 想泡梗沫吃这样的男人 你就着事 你们俩不合适 你管不住他的你明白吗 你因为你是天仙啊 你别被他骗了还给他数钱 你听见没有啊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只想要一份平凡的感情 可你给不了也给不起 如果你我不是在太平间遇见 如果你不是钢琴家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 我想我早就义无反顾地爱上你 因为爱上你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那你就爱啊 既然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我们了 我们为什么不相爱呢 你可以尝试试跟我在一起啊 我偷偷她 喂 英芝 晚上马教授那边的事情呢 你早点过去 我就不接你了 自己打车去啊 喂 你听到没有啊 叫辆神猪专车 好 稍微收拾一下自己啊 穿件漂亮的衣服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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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医生 你真是有福气 你太太做的寿司特别好吃 我很喜欢 是吗 当然了 让您见笑了啊 不会 不会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神经内科赵主任的太太 之前见过 天山哪 年后就要公布外科主任的人选了 我可是很看好你的啊 到时候你可得请客啊 我可不敢答应你啊 这不还没公布结果吗 这不都板上钉钉的事了吗 这还做得了 老马培养出的高货没问题 就是 天山 你是前途无量呀 你们又在一路我什么呢 不是说您 后继有人吗 天山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确实非常优秀啊 那是没得说 谢谢您抬起我 我还得很多地方向您学习呢 甭谦虚 来 喝一个 来来来来 干 干 来来来 好 咱们坐下聊 马教授 嫂夫人哪 她在那时候忙着呢 我跟你说马教授 今天可得把嫂夫人累坏了 您来这么多人 那是应该的 您这是交际广啊 咱们那个敬马教授三十年 新婚快乐啊 好 谢谢敬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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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敬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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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干了啥 你为什么打小孩子 我打了 怎么着 这里是我家 怎么着 你家你也不能这么做 你看乐乐的脸 倒塌儿子干的 宝宝 奶奶看看 蛋蛋怎么回事啊 跟妈妈说 妈妈是乐乐先扎的我 对 是乐乐拿叉子扎的蛋蛋 对 是乐乐先动的手 你们小孩子懂什么呀 不许胡说 少说几句吧 挺好的派对弄成这样 开心了 你别走 请你给我儿子道歉 凌智 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 你必须道歉 开什么玩笑 你也是做母亲的 如果你的孩子 被人打了一巴掌 你会怎么想 请你不要在我家屋里取闹 好吗 你就是这样 给你孩子做榜样的吗 孩子们这么小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可以给他讲道理 你不应该动手打人啊 你要讲道理 回家跟你要讲道理好吗 别打我家闹 你打人这么多人的面打他 不给他心灵造成多大的影响 你知不知道 是 你必须道歉 应知松手 松手 带孩子别想做 放手 他不必须跟儿子道歉 有人信眼吗你 把儿子你把他招拿 他不行 我让你走 你让在家里 你对我怎么动手我都能忍了 可是你带了那么多人的面打我 你还不让马教授的儿媳妇给淡淡道歉 我跟儿子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 我跟儿子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 你就是这样 这样做父亲做丈夫的吗 我 请请请请请请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是故意的呀 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你说你现在就要离婚了 孩子这么小 他将来怎么办啊 我就是不想让孩子将来像你一样 好 你想离婚是吗 我一分钱不给你 我让你没工作没事 就是我看他什么想过自己 不用手游家饿不死 你饿不死孩子跟着你吃虎啊 你以为他跟着你就会幸福吗 你管过他吗 张建善 从他出生到现在 你问问你自己 你花了多少时间陪他 你知道他爱吃什么吗 他话本过比你在意过吗 以后你这个父亲跟没父亲 有什么区别 姐姐姐 我跟你说啊 就是不能离婚 要是离了婚 你让我那同事怎么看 我连往哪儿放啊 你眼里只有你自己 你不想离婚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爱我们 你就是为了你那点破面子 我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的 你那个时候特别朴实 你看看你现在 你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现在满脑子都是当主任做教授 你想像马教授那样 天天被人的给勾回着 你现在变得又自私又虚荣 我就是自私 我就是虚荣 怎么了 那人的天性 你天天在家还不接触万人 你把人想得太简单了 你知道我在外面 承受多大的压力 我知道你在外面有压力 可是你有压力 你也不能在家里不管不哭 你不能一不高兴就摔东西 你不能一不高兴就打我 你不能一不高兴就骂孩子 你不能这样子 你不能 你打我这一巴掌 撤得把我给打醒了 我以前 我一直对你抱有希望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家是什么 幸福是什么 可是你呢 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你不是简单的情绪失控 跟五年前一样 你是心里出了问题 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就算是咱们离婚了 我也不希望你变成一个暴力分子 张先生 这 咱们完了 这毛衣真好看 你手得这么巧 姐 我这还上班呢 过来 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萧护士 萧丽 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我托萧护士 给你织了件毛衣 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拿去试试 我这儿正约了客户呢 试劲毛衣 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啊 我住院的时候 多亏了人家萧丽 上次我晕倒 也是人家萧丽帮忙照顾的 她看我眼睛不好 还想给你织毛衣 就帮我把这件毛衣给你织好了 你看看 可好看呢 快去试试啊 对不起啊 可能不能穿你给我织的毛衣了 因为我只穿 自己喜欢的人送我的东西 抱歉 罗浩 罗浩 姐 以后不要做那么让我难堪的事情了 好 住 一下护士 坐坐坐 我弟弟他 他害羞 你别往心里去啊 姐 没事 喂 喂 韩志 谢谢啊 这么照顾我生意 都是老同学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在哪儿买都一样 手细全齐了 还有临时保险 什么时候来提车 你这样吧 你把车开过来吧 但是临时保险没人签字 上不了路啊 你到了这签不一样吗 就这么说了 那行 我替你想想办法啊 经理 博天公司订的两辆车已经到了 他们叫我们开过去 开过去是没问题啊 临时保险他们签字了吗 他们说到那儿再签 司机现在不够啊 小李他们都去车展那边了 你 张叔啊 什么 我姐晕倒了 喂 喂 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这么对你 他疯了 你想怎么着啊 我要跟他离婚 离 必须离 你认识人多 帮我找个律师 我要淡淡地抚养权 行 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跟你说 这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心里只有自己 每天就知道欺负我们 你别怕啊 有事你随时找我 罗浩 干吗呀 什么 罗浩 罗浩 你没事吧 米兰 我完了 我完了 完什么呀 人没事就行 你知道我要赔多少钱吗 可能我这辈子都活不上了 姐姐刚做完手术 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 姐姐刚做完手术 我现在哪有钱 去还他们 车子不是有保险吗 也未必要你全赔 是应该有临时保险 才可以上路的 可是他们公司没有派人来 我看 路那么近 就帮他们把车开过去 谁知道路上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现在公司说我全责 让我承担所有的费用 别说今年的销售提成了 就是我在公司再干上十年 我都赔不上 好了好了啊 没事的 天无绝人之路 总会有办法的 米兰你不要再安慰我了 我没用 我太没用了 这么小的事情我都干不好 我对不起你 也没有 我对不起韩志 他好些照顾我的生意 可是我把他搞砸了 等一下 你刚刚说这车 是韩志公司的 老板是不是齐叔礼啊 你怎么知道 卡儿告诉我的 说韩志进了齐叔杰哥哥的公司 老板就是齐叔礼 那开车的销售员是你同学 是 要赔多少钱 最少八十万 他赔得起吗 金正的他姐姐住院 他把结婚买房的钱都用了 那他就麻烦了 你告诉我怎么办吧 这罗浩就是把自己卖给公司 也赔不起啊 说这人怎么一背起来 喝口两水都塞呀 他姐姐刚做完手术 这下可好 雪上加霜 你先别急 咱慢慢想办法 韩志有没有把这事告诉齐叔礼啊 齐叔礼是老板 他肯定知道这事 那要不然我跟齐叔礼叔说看 看他能不能通融通融 真的啊 你的事我能笑容旁观吗 我就知道你好 好 你好 卡儿 这件事你都知道了 那我还能怎么做啊 那我还能怎么做啊 别人的面子我不给 你的面子我总得给吧 那小子的事 我会处理好的 没事 拜拜 这事就这么办吧 你把行政部的谭经理叫过来 我跟他商量商量 这事怎么处理 谢着董事长 你不用谢我 你也听见了这个面子 我不是冲着你给的 我是个生意人 从来不做亏本买卖 我要做这个人情 一定会做给我 认为值得做的人 你说如果齐叔礼 帮了这个忙 你会不会欠他一个 很大的人情啊 好像是 想过怎么还吗 我是说将来如果 就为什么呀 还肯定是要还的 就是别太过分就行 齐叔礼的人情 可不好欠啊 我觉得他会不会因为这事 到时候有什么可乘之机 什么可乘之机啊 你是真糊涂而假糊涂啊 他对你要是没意思 会送你这么贵的东西啊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有钱人多大方 你得看对谁 我会让他都拿回去的 干吗送你这么多顶帽子 不知道 他好像特别喜欢帽子 可我不喜欢 这 这人真怪 嗯 你这要离婚了啊 什么 妈妈 我今天点了一个小红花 是吗 蛋蛋真棒 妈妈奖励你 去给你买蛋糕吃 我不要蛋糕 我要爸爸 我去帽子 我不要蛋糕 你都不想去帽子 我怎么会不想看你啊 我妈妈会很喜欢你啊 我妈妈都不会不要你啊 你好回来吧 你好看我 你好看我 我妈妈 我妈妈妈 你和妈妈之间发生什么了 你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 知道吗 嗯 乘惠 走 买蛋糕去 这个十二床的病人 一定要重点监护一下 这点很重要 好 记住啊 放心吧 阿教授 可儿 这么晚了叫我来有事儿啊 是啊 请坐 好 怎么办 麻烦你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吧 以后也别再买这些东西来了 你看都放不下了 凡尔哥 我想你可能还是不太了解女人 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这些东西的 而且 你可能还是不太了解女人 而且什么 没什么 总之你就别再买了 而且我不打算再住在这儿了 我要回台里上班了 看来我是自作多情了啊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怕你在这儿一个人待着太无聊了 所以 看来我是真的不太了解女人 跟尤其是像你这样不同形成的人 也 也不是这个意思 你送我这些东西 万一让你太太或者女朋友看到的 会误会的 我没有太太 也没有女朋友 我目前还是单身 真的 我还以为你孩子都打酱油了呢 可能是因为我太忙了吧 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 说句实话 我还没有遇到真正我爱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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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想似的东西 词曲 李宗晓铭 唱首篮作曲 李宗晓鎶 詞曲 李宗晓铭 唱首篮作曲 李宗晓铭 悲哀是好或是坏 保密的放肆地揭開 讓命運無法安排 你說 愛你無關未來 我們等待始終慢下來 活化愛上大海 綻放後沉入塌壞 若能接受這個意外 就讓痛更加痛快 賭上所有成敗 如果可以這樣愛 那些道理我都明白 哪怕要為你化作塵埃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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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愛你無關未來 我們等待始終慢下來 活化愛上大海 綻放後沉入塌壞 若能接受這個意外 就讓痛更加痛快 賭上所有成敗 愛 如果可以這樣愛 如果可以這樣愛 那些道理我都明白 哪怕要為你化作塵埃 我活化愛上大海 活化愛上大海 綻放後沉入塌壞 若能接受這個意外 就讓痛更加痛快 賭上所有成敗 如果可以這樣愛 那些道理我都明白 我願意陪著你化作塵埃